你不用讲这个话 面对房市近期交易量急速冷冻 不过价格并未有明显跌幅 戴德良行董事总经理 严秉丽认为政府打房不是急性药 是慢性毒药 长期来看目前未涨就是跌 今年房市大势已去 预估第四季又有交易量 就需要价格松动 今年的主轴格局是跌 缓跌量收嘛 你感觉没有跌 事实上你只要去看过去的一年 或是过去成交的市价 现在再来卖的话 经过半年或一年再来卖的时候 你就卖不动 你要降点价钱 假设你是103万的话 你会成交是落在100万 101、102加 它会降一点幅度 但它感觉不出来 但是不代表没有跌 那个是慢性药 药效在慢慢发酵 你没有涨就是跌了 长期来看的是这样 再来就是说 它有一个重要的利器是没有用出来的 2.5的利率它没有达身 人家要求啊 你没求你知道吗 你要是今天2.5%拉到了5% 是几点原来的 至于量修幅度多少 严秉丽认为 但黄区约跌幅2%上下 例如台北市过桥过河过山洞的区域 则跌幅在10%以内 但整体不会出现10%跌幅 否则经济会受到影响 并针对板桥出现挑战 北市单价的过百万元价格 严秉丽表示 五个字祝福跟祈祷嘛 因为你调百万的话 你是在千万岂台北市嘛 你会比台北市更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